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向上演员叫丁广泉 我刚刚刚开电视听见他讲一段 他说我经历过 那是多几十个小时 就这个人就死了一样 人就死了一样 但是他就反复说 他说我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要觉得自己的亲朋故旧 如果要过去了 说不要为他难过 他是很舒服的 他说我当时就感觉 开头是黑 到后来就周围都很亮 自己这个感觉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然后又想起一些事 就是都未必想回来的那种尽头 明白吗 怎么证明呢 你说这个问题 正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怎么证明呢 这个是我国谈了上百年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呢又有了新的这个包装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话题 卫生部表态 但是卫生部表的这个态呢 等于没表态 但是这个涉及到什么呢 打通人都二脉的问题 打通人都二脉 这武侠小说里的重要的情景 你看你下说了吧 武侠小说那是根据中医的词编的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词在武侠小说里常出现 对不对 对啊那当然了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这个作为政府的卫生厅的厅长 你的咱们都知道甘肃的那个啊 刘厅长刘维忠 他就是自己这个这个报道吧 说我们47个学员 有40就是说41个 说我们是甘肃省卫生厅网站刊文吗 是吧 甘肃省医务人员真气运行学骨干培训班 47个医务人员参加培训 其中41人打通人都二脉 这个消息在网络上 那家伙就是引来如潮的反应 最近呢 因为一般网友肯定是嘲笑他 是吧 说你这个卫生厅长 你弄这个大虾啊 还是怎么着 但是卫生部最后的表态 据说这厅长还到处转发 感觉得了理了 你知道吗 因为卫生部的表态 我觉得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慎重 卫生部的意思大概就讲啊 说这个都是就是争鸣啊 讨论啊 反正就没有做一个明确的结论 你说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打通人都二脉这件事情 是没有办法用仪器测出来的 那他那个47个学员 他怎么知道他是被打通人都二脉呢 哎这个是有反应的 你像你看一病找医院 你也得找三甲医院 对不对 他这个培训班里就有三甲医院的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亲口说呀 说我是第五天这个通都的 通都的之后啊 感觉就是睡眠很好 咱们简称通都 然后打通人就通都 说第一天 卖在哪里啊 我研究了一下啊 人卖在前面正中间 对 都卖在后面 但从哪到哪到哪啊 什么第几根脊椎往下到哪 我为什么知道你知道吗 我讲一点我自己的小例子 为什么我一看他在人都二脉 我就特别的 兴奋 不是觉得有一点点 我就也扑痴了笑得出来 为什么 就有一次呢 因为你知道我一直蛮感谢 有按摩这个行业的 因为我们很累 常常需要去按摩 就有一天呢 我去一个新的地方 他帮我按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我解释 啊你的这个什么什么精 怎么怎么怎么着 你知道你的这个都卖啊 非常的不通 那个是管你的 好像是跟我讲 是讲管我的肠胃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你要经常的来 你待一周得来几次 这样子的话 我前面这个人卖 帮你怎样这样 后面都卖帮你怎么样 之后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人卖在前面 都卖在后面 他说到时候呢 等到到什么时候 我就可以把你的人都二脉打通 我就再也没去过 我就再也没去过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晓得 就是说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 有时候女人 是对那个 最最高点那个部分 有点怕 是吧 不是 是女的 我非常崇尚中医 我真的非常崇尚中医 我自己生病的时候 有三分之二 我其实会靠中医 来治疗的 我自己会这么做 那你怕被他打通 不是 就是你一个 我其实是有点 质疑他的专业性 就是说 就是 你说你有中医资格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你在那边跟我讨论 人都二脉的事情 我就觉得 有点过了一点 但是你说 你质疑专业性 我就说人家三甲医院 这个负责人 50岁的三甲医院负责人 这个有专业性了 他就说 我练习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个一手单田 但是身体没有什么反应 到了第三天中午的时候 这怎么叫打通的 感觉什么样 两肾开始发热 全身就舒服 然后 不不不不 我再问一个非常卑鄙的问题 这个不懂的问题 这是有人来帮你打的 还是他自己练 自个练 自个练 就是自力更生 这玩意我小时候也练过 什么小周天 大周天 你也基本上就导引之术 你一个意念 就自己在那想想想想想就通了 不是当然 你说这问题也也是 就说这个中医啊 真是博大精深 但是啊 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内部 他们内部都不同意 就是你比较他们就这事 记者去采访另一个中医院的院长 那中医院院长就像讲这常识一样 说打通人多耳脉 人脉和多脉 本来就是通的呀 所以我说你们那一部都不同意 对吗 但是咱不管啊 他是这个厅长啊 是让这个全甘肃省全省的这个西医 你们都应该去学中医 他这个等于是用行政的手段来推广这个中医和这个猪蹄 这个才是比较引起争议 所以我就说啊 你看这个三甲医院院长 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啊 非常有意思 他是到第五天通都是吧 他第三天的晚上 就什么反应啊 头热 身子热 然后头响 头内响 就脑子里边响 我常常响啊 但是呢 你要等到第四天 他说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这个脑子里啊 水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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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通了 就是当然这是个人的 还有一个藏医院的院长 你看也通 第五天通都了 他说他通都的时候啊 是觉得全脸上很多个蚂蚁啊 往这个百慧 百慧是这儿吧 我不知道 蚂蚁往百慧上这个爬 然后头有一种紧箍的 那就是顺空带了金箍咒的那个感觉 那就是通 我觉得基本上跟我是同行 没事 这都是文学性啊 哎 你看他都是文学性的描写 没错 看到没有 他这基本上是文学性 蚂蚁爬 脑子里水开了 这诗句啊 这很漂亮的诗句啊 但是书老师这事啊 这都不好说 我呢 过去我们家祖传呢 是不信中医的 我爸我哥哥什么都不信 但是呢 我也一向采取这种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有一分证据 说十分话的了 就是我就说 这个我要看证据 我要看证据 以前我得说 我这辈子哈 吃中药 说病好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好的 就是说 所以你不吃也好 对 这个就是说 我没有确实没有一个铁定的证据 能够验证 可是啊 我最近不减肥吗 我去参加我们那个拔火罐运动啊 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我们老板成功减肥的 那个他就中医通落排毒 我还得跟你说 我不得不承认 比如人家给我背后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通落 是吧 拔火罐 以后啊 一定是有反应的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 我什么 我睡觉 晚上我都睡不着 但是他给我做了这个之后 当天下午 我都困得睁不开眼睛 哇 就是困到我下午睡了一觉 晚上又睡一整晚上 你说 他是不是他 因为你前几天没睡着吗 熬到这个时候吗 就是自然就睡觉了 你很会解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欢迎观看 它躲起廓的金融 很好 年份丸江 年仅更久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自身风险位置 难免战战兢兢 前瞻经济所效 平衡理财风险 冷静应对突发不动 稳踏趋势重心 每一步都能如履贫敌 民生银行信用卡 一周财经新趋势 星期日凤凰会时钟安台 当然现在对于刘维中的复兴中医运动 社会各界也有很多的反应 而且他们还专门把各界的反应 做了一个电视短片 可以给你们看看了解一下 他们是怎么想的 还好没人看见 好 我要用清理船 让师弟知道 师弟 我已打通神 任督尔迈 我穷尽一身武学也没参透 他们只用九天就打通了任督尔迈 看来中华武学在明前任督尔迈的 你需要传越回去到一个叫甘肃的地方寻找 记住 你有四十亿人练就是一项矿学军 我走了 中华武学天地长寿 徐老师看了又做了个感想 我现在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做这几节目 就是为了这个片子 徐老师眼泪都出来了 太好笑了 徐老师看这个片子看得太少了 对 我不大看 但是 但是你没有 他配得好 是吧 但是你没有想到 徐老师 你看这就是嘲笑者 这就是你们要缺乏同情心 你们没想到 刘维中厅长 他看了这个 他会多么样的受伤 他怎么受伤呢 你怎么说我们嘲笑 这是你放出来给我们看的片子 今天我要来这边之前 其实我要讲的 就是我对于这个人 我只能说他非常有guts 他是一个 guts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有 蓝量 很有胆量 最近我学英语学的不太对 他非常有胆量 就是说 就是说不管他这个方式 他有点那个工器私用 对不对 然后用这种行政的手法来推广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很有guts 方式可能不对 但是真的是很有胆量 对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他受伤呢 你仔细替他想想 这是一个信仰者 他唯一的我感到有一个困惑的就是 他现在是用 他是一个行政职务嘛 所以他现在他那边的口号是 西医要学中医 对 也要学中医 中医学经典 西医学中医 用行政手段 报销 报销医药费 你要吃中医药 我相信对于很多西医 我绝对相信中医有他的价值 这不用讲 这个民族 2000年来没有西医 怎么活下来的嘛 对不对 而且现在实际上 就是2000年中国人没有西医啊 但是这个民族照样活下来嘛 对不对 当然就是靠中医了 对不对 不能否定 虽然鲁迅讨厌中医 讨厌金具 但是鲁迅并不定全对嘛 对不对 那中医的价值 肯定是没有办法怀疑的 但问题是 学西医的人呢 他自有一套理论 他也有一套信仰 他们你现在一定要用行政手段 让他们去打通人多二脉 他们脑子会不通的 可是你说行政手段 我认为啊 中国的中国的国策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 就是中西医结合 你知道就这场百年的这个争论呢 最后的结果实际是 就是咱们都和谐发展 对 个形歧视 各种各的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 可是现在一直在讲中西医结合结合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结合 其实有很多医生 本身自己也是中西医都学的 学老师我要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很有guards 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有胆量的人 你知道他在微博上面 实名制 认证 实名认证 而且他是跟 就是广大老百姓有互动的 你可以问他问题 当然有很多人 是骂他的人是很多 但是有很多人是真的用一个求医的方法来求 求解 求帖子 他说你要知道有多少老百姓 你挂号 你用再多钱 你不可能去见到这些名医 但是你利用这种微博的方式 你可以让广大的民众 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的人 他根本没有机会 一辈子没有机会见名医的人 可以去领受到一些 这些名医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解决的方法 你像这个厅长 他还有一个外号叫猪蹄厅长 他就是用他的官网 你想甘肃卫生厅官网多次刊登他的署名文章 宣传猪蹄对艾滋病肿瘤等疾病的治疗效果 就是现在甘肃省内已有多家医院 开始使用猪蹄黄蹄食疗法 可是你看 我知道叫西医的这个营养标准 这个猪蹄少吃为妙 这个对心血管对吧 那个少吃 胆固醇高 对胆固醇高 那么你说这到底谁说的对 我可不可以纠正你一点点 他不是治疗艾滋跟那个肿瘤 他是说有对药物有辅助的效用 他不是叫你拿 他不是叫你吃猪蹄来治病 他只是说吃猪蹄可能会对 药物有辅助的作用 这个我觉得真是个百年争论 当然咱也没资格 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争论当中长大 你父亲就是医院院长 我父亲是医院院长 他是习医 他非常非常反对中医 写了很多文章 出了两卷书 他的老师于荫周 他们就是非常严重的信仰 可是我母亲相信中医 家里整天熬那个药 那个味道 但是要我父亲不在的时候 所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冲突 我从小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你长大 咱就说啊 我听过的这个极端的观点啊 我觉得这个真是两种这种思维方式 对 什么叫思维方式呢 你信什么 这个你比如说我听过最极端的一种观点 就是说呀 说这个当代科学的基石啊 就是寻证 对吗 有证据 才能说话 那么中医好 但是呢 中医你拿不出一个 至今拿不出一个检测方法 你到底 到底你行不行 你刚才讲到说那个中医到现在没有一个所谓的仪器 或者是什么东西 可以证实说我检测出你什么东西 这个事情呢 我倒有一个自己非常亲身的例子 我父亲 癌症过世的 他去世之前三个月 我把他飞到香港 从台湾飞到香港去 因为那时候 西医就是已经刚刚说有扩散的情况 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个积极治疗 就用那种什么东西去烧他肝脏里面的一些 一些那个肿瘤 小型的肿瘤 后来我带他到香港去找一位 专门治癌病的一个中医师的时候 他把完卖 他跟我说 那个孟老姐 你到你父亲回家 好好照顾他 他想干嘛干嘛 让他开心就好了 三个月 但是在台湾他才刚刚做完那个 那种一种特 我忘了那个手术是什么 他就是用一种灼烧的方式 把你肝脏里面的那个 西医的手术 然后那个西医非常高兴的告诉我说 没有问题了 他扩散的他就是那个扩散的那几个那个细胞 那个癌细胞 我们已经全部杀死了 我们乐观的估计应该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那你说我愿意相信谁 我当然愿意更愿意相信西医 你们真的把那些东西拿走 而且他还有半年的时间 但是中医告诉我 他说对 我知道你做了手术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的那个肝脏里面 现在还有那种无数的像那个小小点点 他说你知道那个一天扩散的速度有 他成长的速度有多快 他说那个已经是心挪其步的在他的肝脏里面了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那时候虽然每个人都告诉 而且你知道我是拜托很多人才 因为他不收新病人 他说我手上有这么多的癌病病人 我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你如果不是透过什么什么关系的话 你根本连见他见不着 然后听完之后 他等于就是又宣布你死刑了 就是让你回家好好养生 事实证明他说的准 他是对的 这个是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 现在相信中医都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有结果 中医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结果 而是说不出这个过程 就是说不出的理论 他的有结果是肯定有的 但是问题是他讲这个理论的时候 大家就认识不通了 阴阳五行啊 人都二脉啊 你打通什么都好了 他不会有一个X光片给你看 他也不会有一个合同症的 他没有一个实际的 对不对 人都二脉在哪里 看不见 就这样 开水 脑子里的开水 我真是讲老实话 我很愿意相信中医 因为中医啊 他讲的这个真是好 你知道吗 可是呢 以我这么一个谨慎小心的人 我觉得证据不够 真的 就当然你可以很多人说 啊 这我治好了 我治好了 但是我仍然觉得 就是按照咱们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的这个系统来说 这个逻辑系统来说 似乎还不足 对不对 咱们就绝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风盛十年延续美丽传奇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欠你接受报名 预知强行 请登陆凤凰网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这说深了 这个人体是一个像宇宙一样复杂的系统 对吧 这玩儿甚至有些人说 你说是信仰吗 也许治好你病的 就是类似于信仰的一个系统 也有这种说法 我想大概最好还是 吸医为体 中医为用吧 就是说基本的原因 你还是要用吸医 我们整个卫生部 我要是刘维中庭长 我会说你胡说八道 怎么胡说八道 吸医为体 中医为用 这完全 当然我们现在整个国家都是 从社会制度 到整个教育系统 把我们的知识概念 都是西方的东西在为体 我们的比方什么叫历史 中文文学科 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 按中方的东西都不是这些 我们整个学校系统都要裁掉了 如果按东方 但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无处不在 它像水一样的渗透在我们所有的DNA里面 而股价钢价都是西式的东西 这是我们人体 这是我们的社会 是我们的家庭 也是我们的医疗系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现实 不是我们的 不是他人都二脉能够改变的 就是说是不是有一天 就是说西医能够把这个中医的结果全检测了 不行 弄清楚了 我觉得做不到 因为西医本身是在不断的发展 你要是看世界医学的历史 人类很晚才知道 血液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在这之前 很多人已经救了很多人 流血 从古之经打仗一直在流血 可是这个血液系统 人类是很晚才知道的 所以我们也完全不能排除 我们对于人的身体 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西医 知道的也还是有限的 他还有很多东西 还并不知道 就是人对人自己 尤其是大脑啊 这些东西 你不要以为现在有一套道理论 他理论还随时在改变 而中医是另外一套理论 当然是同时病 但是问题是广美刚才讲的那个有用 当我们普遍有不信任的时候呢 中医的神体呢 更容易被忽悠 比方说我本人就是这样 我看中医完全是因为他忽悠到太厉害 所以鲁迅举的例子是最有名的 你知道他替他父亲去买药 买了个药 家里的钱都拿出去 很贵 但是他说药不重要 最重要是药饮 药饮是要一对原配的蟋蟀 原配的蟋蟀 鲁迅当时就说 怎么知道他原配呢 当场在眼地里 就算他当场在做 怎么知道他之前没做过的 但是花很多的钱 这叫药饮 所以这种东西败坏了中医的命 对我也见过那种中医 我很信中医 但我也见过那种中医 他说我这个药呢 我已经把它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罐文明启示录 你回去之后 你还得干净什么什么 你就会觉得 那种 时间 那种 就 啊